我這次要用的針組呢是 Hiya Hiya 是這組針 那這個是跟極簡生活買的 那這組針它是金屬針 那我要用3.5跟4mm 那我們一開始起針的地方呢 它告訴你說是 With CC CC就是contrasting color 是你的配色 那我的配色是這個藍色的線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要拿contrasting color 然後跟比較小的針號 也就是3.5mm 好那我的 CC是這個 然後3.5mm的針號呢 我們來找一下 它是比較小的 應該後面這邊吧 Hiya Hiya這個針呢 我之前有用過它的針 不過都是固定式的針 就是襪針那類的 是固定的 那這個是我第一次用它的輪針組 3.5mm是這個 那這個針用一陣子以後就會磨掉 所以會有一個這個 可以利用這個密度板來量 好那3.5mm就是這個 有人可能會想說 3.5mm跟3.75mm或是3.25mm真的有差嗎 你只要用這個板子就知道 這個是3.5mm 所以可以這樣很順的穿過去 沒有問題 好但是如果你想要穿這個3.25mm的呢 它就會卡住 Stuck here過不去了 那如果是3.75mm的呢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太鬆 旁邊還有一點空間 所以這個板子就是有點像是 彌補肉眼不足的地方 好3.5mm把它拿出來 那它這個金屬針呢 是比較短的 所以它有附一個這個Grip 這個 膠片墊 塑膠墊 那目的就是讓你在把它跟連接線 轉在一起的時候呢 可以有一個比較有抓力的地方 然後連接線在 後面這邊 它有個口袋 它有 三個規格 四個規格 那我已經用了最短的 那還要去做密度製片了 那現在用多長的呢 一開始的時候它不會很長 所以你可以不用拿到那麼長的線 可能80 60 我先用60公分的就好了 太長了有時候反而會讓你有點手忙腳亂 所以適中的長度就好了 如果真的不夠的話呢 之後可以再換 這個就是輪針組這種 Circular Needle Set的好處 好那它的用法就是把它轉上去 好這樣徒手轉會 不是那麼的順喔 所以 那如果你覺得好像不是很好弄的話呢 就用這個墊片這樣抓著 它就可以 可以 徹底的轉進去了 OK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